好,Shirley就問1997 就是那個九倉事業 她說她沒有貨的 她說現在夠殘可以買了嗎? 1997就真的好看香港那個疫情的變化 說真的,你問我這隻病毒 會維持多久啊? 或者未來會不會再有什麼變種 再加強一點呢? 就真的沒人知道 因為你現在出街基本上行商場 沒有人行的 更何況九倉去旗客的商場呢 全部都是一些比較高級一點點的 就是海港城那些 基本上就受到疫情影響的程度是很大 所以即使你說現時的估值是便宜的 但是業績方面也都是不斷有一個倒退的 那她的可能商場空置率又上升 另外舖租方面不但加不到 甚至乎現在要給很多優惠 所以就令到她的業績上面 可能今年起碼上半年呢 那我覺得都不會好得去變的 那除非你說接下來 香港整個疫情有一個是180度的好轉 那到時候你就可以叫做搏一陣反彈 那但是你問我現階段目前這一刻 是不是說真的資金這麼快 會炒到這些收租股啊 可以彈得厲害呢? 那我就相對是有些保留了 好啊 好啊 來吧 那如果你也找到了 你再看了 那我家的風格